首先我想请这个张静律师 被台东高检署 台东地检署跟部分媒体 在这三天中快速的行诉 成为一个长期偷拍的痴汉 那经过了72小时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有人帮我去查了 说那一支监视气势 一般商业使用的 不是真口连 是什么隐藏式的 它就是最常见的 大家都用的公共场所 或者是公司行号使用的 所以我所想要澄清 它不是隐藏式的 或者是真口式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当初所以会装这个东西 是我有跟新光宝泉的经理 台东地区的经理 我会说我们要装这个 这个牵视器 那以你们的专业 你们认为应该在哪些地方 装设这个摄影机 然后新光宝泉就由工程师 选定了一些地点 跟我讲说这些地点是合适的 我相信专业 所以他们说这里可以 我没有理由去反对说这里不可以 所以就在我确实有同意 我不能说我没同意 但是我的同意其实是因为 他们的以他们的专业 建议说哪些地方装设 这是第二点说明 第三点 这整个确实我们 我跟新光宝泉签订了 约是一年 一年议约 一年过去了 就必须下一年要订新约 所以订了五年多 这是事实 那个前三年 应该讲前三年到前四年 我们从来没有用过里面的内容 因为没有消费者纠纷 没有人有事情的话 我们根本不会去碰那个东西 而且当初在装设的时候 工程师就跟我们讲说 这是有密码的 但是你们不要用自己去操作 他说这个密码你们自己操作 你们是操作不来的 他牵涉了些什么 我表想我也听不太懂 但是我从来没碰过那个东西 所以讲说偷拍 这个是无所谱道 那要用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黄小姐 打给新光宝泉签订说 我们要用 请你调 比方说 某年某月某日 五分钟 或者是十分钟 这个几分钟都是黄小姐说的 因为只有她在现场清楚需要几分钟 我从来不知道要几分钟 那这一次呢 黄小姐说 因为她记得 那一位告她过时伤害的 女客户 进来 本店 到离开本店 应该是 我现在也不是很记得 好像是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 所以就调了大概四个 跟新光宝泉 说我们需要 某年某月某日 某个十点到某个十点 四个钟头的 这个袋子 应该讲是光碟 他们就给了我们 我平常讲 我真的没看 我就直接转手 只是我现在不记得 我是直接转手交给了警察 再交给检察官 还是我直接交给了检察事务官 因为那个案子里面 我们把它称之为前案 那个案子里面 我根本不知道检察官是谁 因为我没碰过检察官 我只碰过一个检察事务官 当然现在这个名字我也忘了 去年的3月25日 我就直接交给了 不知道是警察 转给了检察事务官 还是检察事务官 但是我有说 这是新光宝权提供的袋子 提供的这个光碟 请你们送到调查局 这里面有声音 有影像 声音的部分 请你们 为请调查局做破译 一代艺文出来了以后 从艺文 从录影带 录影的这个光碟画面 黄小姐到底有没有 伤害 不管是故意伤害 还是过失伤害 就会一清二楚 那我最近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我问了黄小姐说 我们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有跟新光宝权说 我们需要 他说是我们 他跟自己的员工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 17岁的员工 那个员工是经过 跟他妈妈签约 来我们这边 跟黄小姐当学徒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之间有了一点纠纷 所以 他的舅舅 跑来找我 跑来找我 他说你是律师 我们相信你是公正的 因为小女孩回家说 黄小姐 有打这个 打这个小女孩 黄小姐说 我绝对没有打 而且依照小女孩所说的 说把她拖到厕所去打 拉到厕所去打 后来我们就掉了几分钟 那个 他小女孩讲的时间点 以及他讲的路径 去掉 结果发现 根本没有小女孩所说的 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可是呢 有一件事情 因为掉了 这是第一次掉 离现在可能 约两年 两年前 从这个袋子 黄小姐说 这没有声音 过去我们只有 影像没声音 他说这个没声音 恐怕应该加装个 录音的功能 会比较清楚 所以呢 又去跟新光宝前讲说 可不可以加装 录音的功能 新光宝前说可以 没问题 所以就加了录音的功能 好 这个录音的功能 第一次就是用到 前案 因为前案 告了过失伤害 就把 就像新光宝前去掉 四个小时的带子 可是这次 我们连看都没有看 就交给那些人 为什么我可以 是这样 为什么 我要说明一下 我为什么没有看 第一个 长达四个小时 我没时间看 第二个就是 我认为 我看这个干嘛 因为 我看了他也不会 它是一个客观的呈现 我看了他也不会 任由身家 也不会内容减少 我压根了就没有想到说 他们在 这个 按摩室里面 这个客人 跟这个 黄小姐之间 黄小姐在帮他按摩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不清楚 但是 我认为 一交出去 就很容易查得清楚 因为新光宝前说 没问题 声音 画面都不会有问题 我先说到这边 我有一个疑问 照这样讲的话 这个保全公司 他只把四个小时的 针对那一个 有纠纷的客户的影像 截取出来给你 你把它拿给了检察官 或者检察事务官 那检察官拿 对 那这检察 这个警察 反正不管是什么 反正都是侦察机关 对 那这侦察机关 哪来的 其他客户的影像画面呢 那是那天搜索后的 OK 他们呢 我们总共给他的一个画面 就是四个小时 那一天21号 21号来搜索的时候 就把这个沙龙店里面的 那个主机 监视器主机扣住了 他们带回去 大概解开了 解开了去看 里面的画面 OK 以后就按这个画面上 出现的曾经的刻骨 然后加上呢 这些客户 基本上 有一些是 应该怎么讲 基本上是 刷信用卡的 所以他们从 抓信用卡中 可以知道 这个客户是谁 就在某个时间点 去看信用卡 那一天的信用卡 刷卡记录 就可以知道 某些人是谁 所以除了当时告我们过失伤害 告黄小姐过失伤害 是我们提供的外 我们没有再提供任何的资料 给警方或卷方 而是他们在3月21号 查扣了以后 带回地卷署 他们自己去看的 好等一下 不对 所以说这个 泄密的是他们 不是我 偷看的也是他们 不是我 好 他在开搜索票之前 他基本上是只看到了 那一个有纠纷的客户的 四小时东西才对啊 对 所以他凭什么去 去认定你有 偷拍或者什么 其他客户 所以他在开搜索票 他来搜索的时候 搜索票上并不会记载说 有偷拍这两个字 或者是我下载这两个字 都不会有 他的搜索是说 他要搜索什么东西 只会记载那个标的物 不会记载任何跟这个案子 有关的检方指控的 或者是告诉人指控的 都不会有 好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 检方如果正常办案的情况下 他从带回去那四个小时 有纠纷的那个客户的带子里面 他应该看不到 应该看不到所谓其他的 什么受害人 什么多名受害人 绝对不会 所以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就去发动搜索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他可能是推断 当他看到这个画面 我告诉你 推断 还有很多其他的画面 所以这个检警办案也真的很认真 认真到就说 真的是除暴安良 上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这边做些练买的 浪费 0 C